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肖恩开车很娴熟 但还是被警察抓到 幸好肖恩有个在军方认知的好爸爸 汉克 虽然是继父 虽然肖恩并不认可这个爸爸 但汉克还是非常关心肖恩 想要加深和肖恩之间的父子情 回到家中 汉克找到肖恩谈心 他看到肖恩正在研究一些神秘的东西 于是主动帮他破译了其中一些难懂的内容 这引发了肖恩的兴趣 原来肖恩之前接收到了一段信号 但因为信号不强 他才一闯信号站 两人经过研究 发现这段信号提及了三本童话小说 而这三本小说所讲述的都是同一个小岛 然后他们将小说中的地图重叠 终于确定了小岛的经纬度 肖恩认为这段信号一定是爷爷发出来的 于是决定去寻找神秘岛 寻找爷爷 汉克虽然不相信神秘岛的存在 但为了培养和肖恩的关系 他决定陪着肖恩前去寻找 两人乘坐飞机来到了神秘岛附近 想要找人带他们前往神秘岛的位置 大家听到他们说的位置都纷纷拒绝 因为那里是风暴局 基本有去无回 但在肖恩的高价诱惑下 一个名为巴托的胖子愿意前往 因为巴托需要为女儿筹集学费 于是巴托开着自己破旧的直升机 带着肖恩和汉克 以及巴托的女儿卡拉尼 一同前往神秘岛的位置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雷暴区域 巴托提议大家离开 但肖恩坚持要去雷暴中心寻找神秘岛 在进入雷暴区域后 他们发现几股巨大的龙溪水 就在他们想要逃走时 已经为时已晚 直升机在巨大的风暴中坠毁 当他们醒来后 他们竟然落在了一个神秘的岛屿 正是他们要寻找的神秘岛 他们穿过隧道 发现了一个神奇而美丽的世界 这里的动物大小都是颠倒过来的 大象只有小狗大小 蜥蜴却比鳄鱼都要大 他们遭遇了蜥蜴的追捕 一行人慌不择路 就在即将命丧蜥蜴口中的时候 几根巨木做成的陷阱 撞晕了蜥蜴 而来人正是 萧恩的爷爷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将大家带回了自己的书屋 这里的设计让大家大开眼界 之前的信号正是亚历山大发出的 只是现在因为卫星已经远离 想要再次发出信号 还要等两个星期 随后亚历山大还带着大家 参观了一个神奇的城市 原来这个城市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城市 有时候会淹没在水中 有时候会露出地面 但就在这个时候 汉克却通过地面上的种种迹象判定 这个小岛即将再次被海水淹没 他们需要赶紧离开神秘岛 这时 萧恩想起了小说中的 鹦鹉罗号潜水艇 他们先是找到了鹦鹉罗号潜水艇 船长的坟墓 从这里得到了潜水艇的位置 然后开始一路向潜水艇进发 一路上 他们经历了重重的危险 然后在一处石桥后 发现空中开始飘落黄金 原来是远处的火山口中喷射出来的 他们本想去寻找宝藏 但理智的汉克阻止了大家 他们来到了一处耸立的山峰处 亚历山大灵机一动 带着大家骑上了蜜蜂 向山峰上进发 但就在他们以为 一路平安无事的时候 出现了巨型大鸟 对他们展开了攻击 卡拉尼在躲避中不小心坠落 关键时刻 萧恩及时出现 驾驶蜜蜂接触了卡拉尼 在摆脱了巨鸟的追击之后 他们发现巴托不见了 卡拉尼联想着之前父亲说的学费 认为父亲一定是去寻找黄金了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 亚历山大和卡拉尼去寻找巴托 汉克和萧恩去寻找潜水艇 两人来到指定的位置后 发现潜水艇所在的区域 已经被海水淹没 幸好作为海军军官的汉克 拥有足够的技能 他用身上的东西制作了简易的水费 和萧恩一起潜入水中 找到了潜水艇 两人躲过了电蛮的攻击 进入潜水艇中 发现潜水艇失去了电力 无法启动 于是汉克拿着鱼叉 连上电线 准确地命中电蛮 剧情电蛮的电力 瞬间就让潜水艇充电完毕 另一边 卡拉尼发现了正在疯狂挖掘黄金的父亲 在两人的劝说下 巴托放弃了黄金 三人开始前往潜艇处 但此时 还是已经淹没了小岛 他们只能跳入海中 关键时刻 香恩和汉克驾驶潜水艇到来 成功地救下了三人 此时香恩和汉克的父子关系 得到了加深 而香恩作为人生赢家 也得到了卡拉尼的放心 回到家后 亚历山大并没有放弃冒险 他送给了香恩一本 《飞向月球》的书 看来月球之旅即将起航 电影依旧是一部 充满了想象的奇幻旅程 虽然整体观影比较欢乐 但却没有太多 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 非常适合一家人休闲观看 好了 电影到此结束 喜欢本视频记得关注老无数电影哦